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FTP show 今天是2022年10月26号 礼拜三晚上11点钟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说 市场上蓝筹项目发生一些事情 那当然是除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几个这种蓝筹状况 那这边有一些更新 比如Azuki 那甚至Artifat 那这几个都是蓝筹项目 那他们实体上有一些 跟不同厂商合作 那甚至Azuki 我们前一阵子前两天 我们也在 商场Azuki的商场里面 跟大家稍微做一下现场的一个 报道 就Azuki他们现在目前为止 他们一个线下的活动 以及他们的一个所谓的 黄金 黄金的这个item的拍卖 那我们这个带大家来看看 那除此之外的话 Aptos最近我看一下Aptos的NFT越来越火 稍微带大家看一下Aptos的NFT 一个什么状况 首先带大家来看到Azuki 我们来到Azuki的网站 你就看到wow Proof the stake Proof the stake 这边有一些拍卖 其实就拍卖 这个滑板 黄金的滑瑶板 那他其实拍卖出来 第一名是309个eat 那303个eat 一直到最 之后最便宜应该是200个eat 那我们之前也有跟几个朋友在那边聊 大家想说哎 你觉得Azuki的滑板 应该拍卖出来大概多少 我是觉得大概是100到150之间吧 那既然最后是200个eat 大家知道200个eat 到现在为止看起来其实是20万 26万美金 那20将近30万美金 30万美金去买一个黄金的 这个滑板 那其实我觉得后面的逻辑是 Azuki 当然想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所谓的数位 加密资产里面的一个顶级的一个community 为什么 那大家知道像类似这种拍卖 通常在拍卖行里面拍卖 Azuki 他们把他们自己定位在一个拍卖行的逻辑 跟着概念里面 那他本身自己的brand 也透过Azuki的genesis 因为这个evatore之外呢 那你可以去收藏不同样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点进来 对不对 这第一名的这个定位 他点进来之后你就看到Azuki 他在Azuki里面的collection 你可以看到哇 他有什么 他有所有的元素 他有哦 你看火球 然后这个butterfly 那foxfire 他基本上什么元素都有 他有11个不同的不同的元素 他所有元素都有 那之外呢 他也好多好多Azuki 另外他这边又收集Azuki 这个金色的滑板 那这个其实你就说他在整个Azuki的community 里面的地位 就是人又觉得说他很崇高地位 为什么 因为他有所说最稀有的collectable 另外你看这个dark lady 虽然拍的一个金色的滑板 但是你看他这边并没有收取太多 那这个其实就是他们在整community里面可以显现出来我们自己的地位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想说如果你回到了Azuki的这个界面可以可以看到他们本身在这整个这一次的拍卖我觉得是做得非常非常成功了 那这个东西其实让大家可以理解到在web3现在越来越多 类似这样的收藏品 那这个产品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价值的提升 那第1个带大家来看artifact artifact跟 remoa 这个nft的collection 他们的网站现在已经update了 你看他网站里面 其实就是机器人跟太空 那你可以看到remoa里面有好多这个小机器人呢 那大家如果看到 remoa你就知道在最早的web2 remoa其实就是一个行李箱吗 是一个高级的行李箱 但是在web3里面那他跟artifact合作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 remoa跟artifact现在目前为止这个行李箱的话大概是2.3个e的 大家会想说那我当初artifact里面我有很多不同的这些东西 我办法把它变成鞋子 甚至是我把它变成衣服 各方面那现在我跟这个箱子合作的话 我是不是有办法把artifact上面的这些皮肤什么的 加入到这个remoa上 不是不可能 我觉得不久的将来 所有的web2跟web3有一个很大结合的方式 就是透过nft的形式来结合 有可能是我在web2 卖web2的实体的 产品的同时间我会发web3 那web3的nft你有了之后你可以同时间接受到额外的空投 那甚至说你web2 可以有额外的这些礼品的发放 那web3的nft的价值会一直的攀升 就是因为web3跟web2两个东西是一套了 那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 市场上有一些我觉得还蛮有趣 nft 像这个nft其实是日本风格nft 叫做ayakashi club 那为什么特别讲日本的nft呢 最近我觉得日本nft有点点意思啊 那前一阵子就是 这个游戏院 游戏院发出来虽然到目前为止 他价格是0.29 但早期游戏院如果你有机会去拿白名单的话 他价格其实表现的还不错 他发出来的话应该是发0.08 那到目前去高点应该到0.4 他目前为止稍微的回 那日本的nft 我觉得这一阵子有一些日本nft出来 那大家知道日本本身对艺术跟在crypto 都相对是比较保守啊 那艺术这一块当然是非常火药 但是crypto这一点是相对比较保守 那现在为止 我觉得日本的nft 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新的mata 你看这个是10月22号出来 那另外这个秋刺影 秋刺影器就是后面的这个设计师啊 那他们这边是一个auction 这边是auction 就是一个honey coin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稍微逛逛 我觉得日本的nft有机会变成一个新的领域 另外这边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pollern 这边其实是一个啊 这边是一个就是rpito 那这个设计师其实是一个动画师啊 那大家可以看 类似这样子的动画师 其实这个逻辑跟invisible friend 跟一些不同的这些动画师 其实有点相同啊 你看特别是这个apital 他后面其实他是art effect 本身有一之一的动画师 他其实跟art effect 关系也是蛮不错的 你看这样的动画 那这动画其实2021年的时候就update了 那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也有跟art effect 这边有一些合作 你看他这边art effect跟remova 那还有在他的这个推特里面 也有类似的这个大家有这边有一些 回复 那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聊的就是 现在其实除了动画师之外 那品牌动画师那跟这个web2 这个其实都是同时间 大家都共同在web3里面努力 那这个地方融合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不久的将来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web2跟web3 跟所有的这些艺术家 会越来越多这样的合作的状况出现了 那艺术家不止指 只是web2 这个2D或者是3D艺术家 有可能会衍生到不同的产品线啊 比如说可能设计家具 家具家具的设计师有可能会有自己的家具collection 那主宝设计师会不会有主宝collection 不同种类设计师会有自己不同种类collection 那这个东西其实 我学可以看到不久将来 web2 web3跟所有设计师会在同一平台上去运作 那另外想跟大家来看看 我们前几天跟大家讲了 Aptos NFT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Aptos NFT 讲到alpha shape 应该alpha shape现在是11.5 当初的话如果 应该是一个Aptos就可以命到了 那在bigfoot town 这边目前为止 哇我是66.8的Aptos Aptos monkey这边39 Aptos monkey这边39 Aptos end club 这边11.8 那想大家来看Aptos本身 目前为止 除了有几个平台 第一个当然是blue moon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另外叫做tobus tobus 这边其实可以看到一个跟blue moon不太一样的 他里面的collection有点不同 哇 你看甚至你看Aptos monkey这边有假的fake 然后这个Aptomingo Aptomingo Aptomingo这阵子稍微跌了 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Aptomingo Aptos wizards 之前跟大家介绍Aptos wizards 应该是三个一继续 大家可以看到Aptos 现在感觉上有点像早期的Solana 就他里面的community 呃 比较小 那速度非常非常快 一有东西出来的话 其实一涨你就很快就要flip掉 如果你没有flip掉的话 后面没有办法接着一直往上走 那我们大概会讲说 哎那比较那你Aptos这边上去什么地方找 这边有一个网站叫做spooks spooks这个网站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 upcoming Aptos NFT 你可以看到目前为止 upcoming Aptos NFT 第一个是什么brush bear 第二个是spooks 然后Aptonia 那这几个NFT他后面其实有community 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 还这个地方其实告诉你啊 如果你这边点下面会有修160 在未来160个NFT 持续有机会来NFT 的市场上交易的 蛮多的啊 这个就像是 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在 Ethereum上也有类似这样的平台啊 那现在我们在Aptos 如果你要去追追踪Aptos NFT的话 这一个要spooks 大家可以参考 那另外drop 这边如果点进去drop 就能看到 什么时候25号26号每一个时间点啊 比如说这个 礼拜三 对不对26号他就dropAptos monkey 那27号 就dropAptos 这coinflips 这coinflips 这个4个Aptos啊 1111个 那5号的话是什么unicorn 这有1000个Aptos 1000个Item 然后5个Aptos 离拜六啊 离拜六啊 离拜六通常他出现第一个 这个是wireless 第二个是public 那public比wireless稍微贵一点点 那离拜天哇drop很多啊 甚至有free的啊 那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一个 Aptos drop这个calendar 你就可以看到free的话 如果你就花点气费的话 你有可能抢到一些 有趣的nft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 在目前的这个市场上 不外乎是一个有趣的存在啊 如果大家对Aptos的community 甚至Aptos的nft有兴趣的朋友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啊 可以在这边跟我们 大家讨论说Aptos在整个生态圈里面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nft的状况之下 有一些不错的发展 我觉得Aptos有可能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有一些收益啊 那毕竟他本身的成本是相对低 而且他的速度快啊 但是就变成你要花时间尽力去盯着这个盘啊 不然的话Aptos的话 真的感觉有点像早期 Stacks或者是Solana项目 有可能很多通通通都是 不能说Rockpool 但是后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 Utft 没有任何的这个很强的community 就是发NFT 然后就是赚NFT